各位年友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普通人的死和念份人的死有什么分别? 临终到命终,人的心色有所谓三个位 即是明了心位、自体爱位、不明了心位 第一,明了心位 临近命中,前五色眼耳鼻舌身仍有作用 第六色都可以作主,心色明了,所以叫明了心位 但这个时候,因为临近死亡 四大五蕴开始分散,所以身心遭受到极大的苦路 但另一方面,心里又很明白 知道自己快死,面对太太、子女、家产、财宝等等 一生所爱的人、物件、心中难舍难分 真是痛苦万分 第二,自体外围 由第一位,经过种种的剧苦折磨 这个时候,身心就更加虚弱了 浅色已经起不了作用了 眼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 只有第六意识细想仍存在 这个时候,早已是自顾不下了 所有外在的太太、财宝等 全部都不要了,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执着自己的身体 外认自己的身体 外认自己的身体 所以就叫做自体外围 第三,不明了心围 亦叫做乱心围 现在就是死的时候了 身体再怎么执爱都保不住 这个时候,一切身体的器官功能停止了 第六意识也会随着器官功能消失而消失了 第六意识没有了作用 而主宰投胎轮回的阿拉意识就浮了上来 今生今世和生生世世的善恶业浮现 就好像发短梦,第六意识是比较弱的 所以是没有顺序,没有逻辑,也没有条理 时间空间都很混乱 是没有一个能控制的主人 人死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业力种子的浮现 就好像一个国家没有了国王 因为国中无王 所以那些财都走出来争相为王 这个时候,看谁比较强的,那就是王 相同的道理,命中的时候 现世和力业的善恶业力一时浮现 业力一现,眨眼之间就会随着最猛烈的善恶业力 头生去善恶的道里面,一点都不能自主 好像一个人欠债那样,强者先牵,心碎集乱 那边,宠那边就坠了下去 一般人的死都是这样 在前面的三个位里面 无论哪个位都是这么苦虜,恐怖和惊慌的 无量寿经说,大命将中悔具交致 意思是说,寿命快远了,后悔和惊恐都一起涌上心头 后悔什么呢? 后悔以前都是为名、为利、为家庭、为事业 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生死打算过 后悔以前没有行善积德 没有修持佛法,为生死大事做准备 惊,是惊到底要怎么做?会去哪里呢? 人到了这个时候,就做不到主了 就出现所谓的颠度 或者会起一些恶念 又或者生邪见,或者眷恋 或者发狂,或者想回以前恩爱的片段 这个时候,冤亲债主就在等这个机会 来扰乱你,令你失正念 但是念佛的人就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 因为阿弥陀佛和很多圣众来迎接我们 就刚刚在第一名了心位出现 所以很多时候做临终助念 都会听到临终的人说,他亲眼见到佛菩萨来迎接 念佛人虽然也有死苦,但也很轻微 因为有阿弥陀佛和很多大菩萨来迎接 佛光普照,佛力护佑,所以心不颠倒 心不错乱,是在明了心位走的 欢欢喜喜,正念往生 南无阿弥陀佛 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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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